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曼谷的东鹰宫汤酸辣鲜香的海鲜盛宴 东鹰宫汤是泰国料理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尤其在曼谷的街头巷尾几乎每个餐馆都能找到它的身影 作为一位教授我常常在课堂上用它来引入关于文化历史和味觉的讨论 今天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东鹰宫汤的深入见解和有趣的故事 首先东鹰宫汤的名字本身就充满了趣味 东鹰在太语中以为酸和辣 而公则是纸虾 所以东鹰宫汤的名字可以理解为酸辣虾汤 这就像是给你的味蕾发了一封邀请函 准备好迎接一场味觉的狂欢 东鹰宫汤的魅力在于它的多层次口感 汤底通常是用香茅 Caffer lime leaves 青棉叶 南疆等香料熬制而成 散发出浓郁的香气 再加上新鲜的海鲜 尤其是虾 简直是海洋的馈赠 每一口汤都像是在和你的味蕾进行一场热烈的对话 酸 辣 咸 香交织在一起 仿佛在告诉你 生活就是要这样丰富多彩 有趣的是 东鹰宫汤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泰国的乡村 最初是渔民们用新鲜捕获的海鲜和简单的调料煮成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道菜逐渐演变成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经典菜肴 可以说 东鹰宫汤是泰国人民智慧的结晶 既体现了他们对食材的尊重 也展示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在曼谷 东鹰宫汤不仅仅是一道菜 更是一种社交的媒介 无论是在街边的小摊还是高档的餐厅 朋友们围坐在一起 分享这道汤 仿佛在分享彼此的故事和生活的点滴 每当我在曼谷的餐馆里看到人们欢声笑语 举杯共饮 我就忍不住想 这就是东鹰宫汤的魔力 它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了片刻的宁静与快乐 最后 作为一名教授 我常常鼓励我的学生们在生活中寻找灵感 东鹰宫汤的酸辣鲜香不仅仅是味觉的享受 更是对生活态度的一种启示 无论生活多么复杂 都要勇敢地去尝试 去体验 去享受每一个瞬间 就像那碗热腾腾的东鹰宫汤 酸辣中带着温暖 鲜香中蕴含着希望 所以 下次当你在曼谷的街头 看到一碗热气腾腾的东鹰宫汤时 不妨停下脚步 品尝一口 感受那份来自海洋的热情与生活的美好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吉隆坡的冰城炒果条 香气扑鼻的炒米粉 在吉隆坡的街头 冰城炒果条就像是一位风华绝代的明星 吸引着无数时刻的目光 它的香气扑鼻仿佛在向你低语 来吧 尝尝我吧 这道美食不仅仅是一盘炒米粉 更是一段历史的缩影和文化的交融 首先 冰城炒果条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冰城 那时的华人移民将他们的烹饪技巧带到了这个热带岛屿 炒果条的主要成分是扁平的米粉 搭配虾 鸡蛋 豆芽和香葱等 最后用酱油调味炒至金黄酥脆 每一口都能感受到那种炒的艺术仿佛在舌尖上跳舞 有趣的是 炒果条的制作过程就像是一场烹饪的交响乐 厨师在高温的锅中翻炒 火焰腾起 油焰四溅 仿佛在进行一场激烈的舞蹈比赛 你可能会想 为什么炒果条的香气如此诱人 这其实与锅气有关 锅气是指在高温下 食材与锅底的接触所产生的独特香味 正是这种香气让人欲罢不能 在吉隆坡 冰城炒果条的摊贩们各有绝活 有的摊贩甚至会在炒制过程中加入一些秘制的调料 令味道更加丰富 听说有味摊贩的炒果条中加入了少许的咖喱粉 结果吸引了不少食客前来打卡 这就像是美食界的跨界合作 让人惊喜不已 当然 吃冰城炒果条的最佳时机就是在夜市 想象一下 夜幕降临 灯光闪烁 四周弥漫着各种美食的香气 而你手中端着一盘热腾腾的炒果条 简直是人间美味的巅峰体验 此时此刻 你可能会感叹 生活真美好 总之 冰城炒果条不仅仅是一道美食 它更是吉隆坡文化的一部分 承载着历史 记忆和人们的情感 下次 当你在吉隆坡的街头闻到那股熟悉的香气时 不妨停下脚步 享受这一份美味 感受那份来自历史的温暖 毕竟 生活就像炒果条 偶尔也需要一些火化和调味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墨西哥城的玉米饼卷 丰富馅料的街头美味 墨西哥城的玉米饼卷 或称为塔可 滔口 可谓是街头美味的代表 简直是墨西哥文化的缩影 想象一下 走在热闹的街头 空气中弥漫着香料的气息 摊贩们热情地招呼着路过的行人 手中捧着的正是那一卷卷色彩斑斓的玉米饼 里面包裹着丰富的馅料 简直让人垂涎欲滴 首先 玉米饼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古代的墨西哥人 就已经开始用玉米制作食物 玉米在墨西哥文化中 不仅仅是一种食材 更是一种象征 代表着生命和丰饶 可以说 玉米饼 是墨西哥人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国民食品 而说到馅料 那可真是五花八门 令人眼花缭乱 从清点的牛肉 鸡肉 猪肉 到素食主义者的豆类 饿力和新鲜的蔬菜 甚至还有一些 创意十足的组合 比如用昆虫做馅料 是的 你没听错 墨西哥的某些地方 确实有人吃虫子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 有趣的故事 有一次 我在墨西哥城的街头 尝试了一种 用蟋蟀做的塔可 刚咬下去 心里想着这会不会 是我人生中 最奇怪的美食体验 结果却惊喜地发现 味道竟然出乎意料得好 这让我意识到 食物的魅力 在于它的多样性 和文化的交融 当然 吃塔可的方式 也颇具仪式感 你可以选择 在摊饭那里 限点现做 或者在餐厅里 悠闲地享用 无论如何 搭配上新鲜的沙沙酱 酸奶油和香菜 简直是让人欲罢不能 每一口都是 对味蕾的狂欢 仿佛在和你说 来吧 别害羞 继续吃下去 总之 墨西哥城的玉米饼卷 不仅仅是一道美食 更是一种文化的体现 和生活的乐趣 下次如果你有机会 去墨西哥城 千万不要错过 这份街头美味 毕竟 生活太短暂 怎么能不享受 美食的乐趣呢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 六博士 今天我带大家一起 走进三种各具特色的美食 曼谷的东英宫汤 吉隆坡的冰城炒果条 和墨西哥城的玉米饼卷 每一道菜 不仅仅是舌尖上的享受 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 展现了各个地区人们 对生活的热爱与智慧 首先 东英宫汤 以其酸辣鲜香的味道 征服了无数时刻 它的名字本身 就像是给魏蕾发出的邀请函 提醒我们 生活要丰富多彩 而冰城炒果条 则是通过高温翻炒的艺术 展现了美食与文化的交融 仿佛在舌尖上跳舞 而墨西哥的玉米饼卷 则以其丰富多样的馅料 体现了墨西哥人 对生活的热情与创造力 从这些美食中 我们不仅能感受到 各国人民的智慧与情感 还能领悟到一个深刻的道理 美食不仅仅是填饱肚子 更是人与人之间连接的桥梁 是文化的传承 是生活的乐趣 就像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 尝试新的口味 接受不同的文化 都是我们人生旅途中的重要一环 在结束之前 我想用一句话 来总结今天的分享 生活就像一碗冬英宫汤 有酸有辣 有鲜有香 而我们要做的 就是勇敢地去尝试 去享受每一个瞬间 我欢迎大家分享 你们对这些美食的想法 或者你们自己 最喜欢的美食是什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让我们一起 在美食的世界里畅聊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Body flow we like a rim where stocks to rise and sometimes shiver economy goes up and down in this game we wear the crown startups popping like the news crypto fashion headline views diversify your game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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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